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久了 泰国这波经济也受到重创 泰国现在宣布重新开放观光客入境 台湾人也非常爱泰国 那么现在锁定第一波是来自中国 据说在11月中旬之前 就会有400位中国人来到泰国去观光 那目前这个研绎的是说 这个隔离14天 看可不可以这个调整到10天 那么最长的观光期间 可以调整到这个270天 不过到时候必须要在特定的场所隔离14天 这是如果是比较长期观光的话 好 不过另一方面来看 这个受不了的当然还有航空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将近26万人 香港的事业人口 已经创下16年来的新高 这已经是SARS之后破纪录的新高 那么事实上今天这个国泰航空 也宣布要裁减8500位的人力 包括了这个国泰的香港的这个品牌 这个港龙也宣布要关闭了 因为实在受不了 大家不非亏损太厉害了 好 另一方面来看 当然在大陆我们之前也报道过 这个半导体之前一窝蜂很热 但现在半导体碰到这个中美贸易战 科技战被限制之后该怎么办呢 好 半导体已经出现了断链危机 也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半导体的烂尾潮 现在大陆官方已经宣布要整顿了 那么各地都有这样的一个半导体烂尾潮发生 那么下一步就是要重点要做好规划的布局 开始就责了 这是中国开始有动作了 好 不过来看看中国的这个经济又是如何呢 好 大家本来想说中国经济是不是今年会不好 但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哦 大陆的这个第三季GDP是成长4.9% 那么前三季已经转正了 2020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美中的拉锯战 这个争霸战 这个此消彼长 我们来看一下 亚洲实力指出一个最新的报告 中美的差距是在缩小的 那么受到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美国的得分比去年 是减了三分 是下跌幅度最大的国家 美国如何能够再伟大呢 11月3号可能就知道了 那么跟过往美国领先 这个中国十分左右相比 现在美中的差距是在缩小的 中国起来美国是下来的 好 回头来看还有一个国家 当然也是上来的 就是我们最熟悉最爱的台湾 来看看这次报家音 外销地单 9月份的最新数字出来了 连期红 第三季呢 是年增率来到11.9% 那么在这个计真率呢 还有年增率部分 都是双双创下历史的新高 可以看到很明显 这个趋势线就是不断的往上在走 那么来看看个别的货品类别的部分 第一名 就是可能大家持有的这个类股最多的 电子器材 这个部分电子产品就占29.7% 光学器材也成长13.5% 基本金属也成长11.5% 机械成长23.7% 塑胶制品也成长23%多 所以外销订单 现在这是一个领先指标 代表我们现在接单的情况是蛮畅旺的 另一方面这是产业界的大新闻 韩国记忆体大厂 ISK海力士 跟Intel已经宣布签署这个收购的协议 那么这海力士就要用90亿美金 来收购Intel Netflix的事业 那么这一收购之后呢 它就会成为全世界第三大 密切注意我们台厂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另一方面大家说看房子好贵哦 现在房价还会越来越贵吗 会不会打房 财政部好像也注意到了 财长说会适时出手来抑制高房价 采用一些大家都很熟悉啊 譬如说一些信用管制啊 贷款成数提高啊等等的 还有一些税的这个加重等等的 这有进步的这个结果出来 我们随时会为大家更新 那么投资人现在心情如何 我们来看这是国泰都会做的一个统计 国泰金控 国泰庶名指标的台股相关指数调查 投资意愿台股在高档震荡大家就怕 但是投资意愿现在是创下 104个月以来的新高 有百分将近28的民众说 此时此刻他们还是非常的想要前进股市 使得这个指数是飙到这个104个月以来的新高了 这个时候进股市真的对吗 如果没有钱有办法进股市呢 有我们今天会有非常激发人性的故事 好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分析师林晨益欢迎 大家好亲一好 第二位是我们投资家日报总监 孙庆龙欢迎 亲一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第三位就是这个 让大家会觉得很惊奇的 我们领股达人小富爸爸 现在是700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东张俊祥 大家好 身价是几百亿是不是 努力中努力中 带来告诉我们你的秘密 好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三位来宾 我刚刚讲现在十月围城很痛苦盘来盘去 很烦耶盘久是必跌还是真的盘了休息之后会再上 三位帮我们按铃好吧 你觉得下一步台股市涨市跌 会不会突破十月这个围城危机 请按铃 2比1半 好两位都觉得会 陈英哥你怎么看 是我认为目前来看虽然是一个盘整期 但是你的检设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资金还是很宽松 这个问题这个环境的话到年底甚至 到明年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么接着呢 基本面的数据目前来讲是往上 包括像现在景气对焦灯号 那么已经翻到了绿灯 刚才庆英也提到说 玩笑接待的数字的话呢 是创同期的新高 那么接着像月初所公布的 包括制造业的PMI 或者是非制造业的PMI 这个方向的话都是往上的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景气是往上 只是现在大家有点担心 一方面的话 就担心美国总统的问题 选举会不会有什么变数 那么一方面的话呢 也是涨多了 所以在这里的话做一个整理 那么未来如果在盘整以后 基本面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至今持续宽松的话 我相信至今还是会继续的 也回到股市里面来 OK 所以还是长期看好的 好 庆隆 其实我上礼拜 其实在全省都有演讲 然后很多的投资朋友都会问我 他们觉得现在买股票 有点怕怕的 对 那我要跟大家讲 不要怕 勇敢的买就对了 万三行情就大家勇敢买 万三才正要开始 万三才正要开始 这么看好 我觉得大家会怕怕的原因是因为 可能过去总觉得来到万二到万三 就是历史的高点嘛 就觉得在这个地方买股票 怎么可能会便宜 我们习惯性是居高思维 现在不是这样吗 但是有些时候客观条件不太一样 像过去人活到70岁叫古来西 现在人活到70岁 人生才正要开始 万三正开始 才正要开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是两个条件 一个是利率的资金环境完全不一样 刚才庆隐不是有分享说 像郭泰他们所做的 国人的投资医院的调场 全民风炒股耶 大家有想过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想要投资 一定是钱被逼到无处可去了 因为现在把钱放在银行 只剩下0.8的定存利率 当你无利可图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想把资金 把你的钱拿来最佳化的效用 在这个最佳化的效用之下 其实股市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资金的动能 就是第一个利率真的低到 大家都把想定存解掉 去投资其他的股票 或是投资其他的资产 其实这种条件跟20年前台股 来到万二万三是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台股来万二的时候 利率是7% 8% 那钱安安心心的放在银行 就有每年有7% 8%了 那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 所以我认为其实整个利率的条件 是有利于台股持续的走升 那第二个就是外债的全球的各国的央行 都拼命的在印钞票 我们看一下联准会 其实他的资产负债表 在今年的时候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最低点是来到3.8兆 但是最近你看到那个红色的曲线 那个蓝色的曲线一直攀升攀升 已经来到7.15兆 这个资产负债表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联储负债印多少的钞票 光是这一年的时间 我帮他统计了 光联准会 美国的这个中央银行 就印了100兆的台币出来 100兆的资金汇到市场 而且只有联准会 还不包含欧洲的央行 还不包含日本的央行 全世界都疯狂的在印钞票的同时 其实我认为这一波的资金行期 才还没有开始结束 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 在这么资金这么充沛的情况下 确实是有利持续的 那台股的领先指标 像新台币 也是持续呈现一个 比较强深的一个状态 都显示出这个资金行期 欲小不易 那另外一个 我长期在观察台股上涨的 多余时的时候 我会看台股呈现 多头排列的加速 呈现多头排列就是 月线大于基线大于 半年线大于年线 这四条短中长期月线 通通多头排列的 对 呈现的加速 你看9月7号是307加 然后后来9月10号上升到 345加 之后9月28号395加 然后之后 到目前为止 来到443加 但我们看到那个 右边那条权势 一直在往上升 所以台股 虽然盘整在这边 但是越来越多的股票 都开始呈现多头排列 当呈现多头排列 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代表台股 这波的涨幅 是很扎实的 那为什么现在供不上去 那今天开高走低啊 很多人感觉 获利了结 怕怕怕 因为要选举 疫情又升温 那这就两个 一个就是大家对于 美国总统大选的 不确定因素 所以造成了观望的气息 那第二个 其实因为这段时间 其实很多在用技术分析 在操作的人 都会认为 刚好现这一段 台股来到那个 箱形整理的上缘 就大家很想要 这个所谓的 获利了结 但是不要忘了 技术分析 来到盘整的上缘 你是要获利了结 但是它一旦突破的时候 大家又要把它追回来 所以这个就 原本的支撑 原本的压力 一旦突破之后 就变成支撑 那这个支撑 什么时候会被发动 等美国总统选完之后 第四季的 应该说11月份 12月份台股 一定会持续的往上冲 演出一波 让大家非常惊喜的 年底的一个作战行情 听了非常的兴奋 好 小福伯伯 那你刚刚为什么一半一半 你的心情是什么 好 我其实应该 你是小资族代表 小资族代表 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不管在资金面上 或基本面上 其实对现在台股来说 这个数字 当然是往上撑的机会 还是有的 因为如果说今天是 如果我要继续往上 我没有资金动能去撑它 这个股价是不可能往上走的 所以我当然看法上是 就是比较保守 但是因为我本身是做 除了小资以外 我还有做的是期货 那它是一个 比较剧烈的波动 在现阶段来说 刚好在高档 对我们是 以技术面来说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喜欢 这样的剧烈波动 对 不管它再高再下 反正两边都可以做 有波动最好 对 因为期货就是这样 就是上或下都可以做 对 那资金面一定要有 因为如果没有资金面 就没有办法转换的动能 对所以我会持一半一半的看法 其实基础在这边 因为我认为 还是有机会 那美国总统的选举 当然你看到川普 现在状况似乎是一点 落后的状况 可是我倒不认为说他 我觉得他逆转身的机会 还是有可能 我问一下 觉得谁会当选 川普按圈好不好 这个拜登按X 每次选前到民调统计一下 好来 川普按圈 川普按圈 奇怪今天这一组人都是川普 之前大家说拜登 你们跟别不太一样 你刚讲你觉得是川普 我觉得是川普的机会还是大 因为美国人 他们其实他们的选举方式 他是民调落后 对 但是就是会逆转身 现在民调都不准 都不准 他可能赢了那个选民 但是呢 他输了选民 可是他得到选举人票超过 川普会把你们三个入籍美国 我认为是川普会当選 我觉得川普连任这个世界 比较好玩 不然其实 比较有趣 比较有趣 这世界还不够混乱吗 对啊 其实我们做投资的 其实比较喜欢资本市场 有比较多令人意外的一些事件 那我觉得川普 其实比较容易突发奇想一些创意 那这些创意都会让 颠覆了原本 全球原本运作的一些方式 OK 陈英你上看 对 其实川普最近是因为 他对手 也就是说拜登 出现了一些丑闻 所以他两者的差距有拉近 最重要的还是在摇摆州 目前来讲 我昨天看最新的讯息 就是说 川普的竞选幕僚 提到说 他们在某几个摇摆州 已经取得了 有优势出现 本来川普全部都是输的 就是说 从对手的州到摇摆州 他都是输的 目前来讲的话 有几个他已经出现逆转了 那么逆转的话 当然大家都想说 那后面会不会 拜登有什么杀手锏出来 这川普已经有杀手锏 然后拜登会不会有什么杀手锏 不过我认为就是说 在选前的话 本来就是一个 而于我炸的情形 对我们来讲的话 等于说在地球的另一端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刺激的美剧 美剧本来就很刺激了 那么目前看他们的总统大选 是更刺激 不过川普他常常善于 所谓的逆势操作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两者的民调 到有拉近的情况之下 后面是有机会出现逆转胜 哇 我们今天这个果然 选举是高扫铁起 不知道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 好那这一波 现在确实 就算未来是看好的 大家还是觉得操作难度 增高很多 投证这一波 在盘整期间 当然我们跟大家讲了 这时候是要这个 要谨慎乐观 但是如果还想操作的话 停力停损要怎么做 要怎么判断呢 陈英格 对 停力停损的话 我自己本身是用两种方式 如果说从停损点来讲 那么跌破自己的成本价平 8-10%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站在卖方 或者是说做减码的动作 或者是跌破重要的参考的价格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什么叫做重要的参考价格呢 那我这边的话 我们就举在这个阶段 这一波的多头 完全没有表现的 台湾最贵的股票 叫做大力光 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这一波的话 大力光它原本 是从5200块钱这个地方 开始出现下跌的走势 那么对大家而言呢 我们投资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紫园生在此山中 不是如山真面目 所以在它还没有出现 后面的走法的话 当时大力光是呈现一个多头 并且呢 从5开始有人喊到6 就是说对外资分析来讲 他喊到6了 那如果投资朋友真的在这里 5000做买进 不是买在最高点的话 你在这里看到说多头 效法鸡排没充 对 但是呢我们发现说 此处呢它开始出现 公布上去的讯号 那么同时呢 在这里的话 它的短中期的均线 开始出现纠结 并且开始出现跳空 往下跌破 其实当开始出现纠结的话呢 如果正好是买在5000 我们讲说大概8-10% 那么可能就是大概 4500块钱左右 它在这里的话 已经出现跌破的现象了 一跌破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 再做解码的动作 那当它跳空往下的话 这往下的缺口 基本上是一个 技术面上弱势的讯号 同时均线纠结往下 那么也是开始出现 死亡加它的空头排列 这个时候大力光代表说 它已经弱势了 弱势的话 就需要整理一段时间 那对操作上面来讲的话 停损 通常对我自己而言 是我会去着重在风险管理 因为赚钱 有时候它是一个变数 但是你控制风险 省下来的钱 这就是你省下来 跟你控制到的 这个基本上是比较 可以去做掌控的 所以在 如果就大力光代表的话 我就会建议投资朋友 在他转弱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做出场的动作 好 没关系 大力光代表这个 应该受伤的人不多 一般的投资大户 下一档讲到联发科 对 那投资朋友会想说 那如果停利呢 停利跟停损的观念 是有点不太一样 停损的话就是买了以后 亏损 你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停利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赚钱 那么该怎么样去做出场 那很多人讲说 会那些买 才是才有 就说我们要找到好的一个卖点 那么联发科的话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走势 今年来讲的话 它就是从站上月线之后 就开始慢慢往上走 而且在这个震荡区间的过程里面 我想投资朋友可以出现 它的均线由下往上穿过中长期的均线 那么在此处呢 每一次拉回到短期的均线 这道短期的均线 是20日的移动平均线 也是我们通常讲的月均线 那么拉回撑住 拉回撑住 拉回撑住 所以在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发现说 它常常来到这里 变成一个支撑 我们就把这个均线 把它当成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那么当它在此处的话 它开始跌破了月线 这里跌破了 那么就投资而言的话 很多朋友会说 嗯 其实 对 当时很多已经到 已经上七字头了 但是我们又看到 有分析师 就是外资的分析师的话 又开始喊更高的价格了 但是在股价上面的话 其实已经开始由上往下 并且出现转弱的讯号 那么就投资而言的话 我就会建议 原本的支撑 也就是20日移动平均线 当它开始跌破的话 那么对投资朋友而言 如果是你把它当成是 所谓波段操作的股票 那么跌破 之前没有跌破过的 短中期的均线 我会建议至少 先做减码出场 那么全部要出场的话 可能等到比如说 借线还跌破 或者是跌破月线 或者是跌破年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做 全部出场的动作 破月线的话 先出一半就对了 对 先出三分之一或一半 因为现在这个投资赚钱不容易 要帮大家锁利 要停水以后要会锁利 今天可能就是有的人在锁利 所以开高走低 好 我们来问一下 那现在不上不下 我们刚刚讲 我们今天做的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十月围成 可以突围 想突围该怎么做呢 庆龙 就是买会逛到2021年的产业 因为其实在资本上 说来容易啊 这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站在风口上 连租都会飞 只要是对的产业 其实资本市场 就会把很多的股票拉上来 因为它比较容易 获得资本上的认同 那我认为整个 会旺到2021年的产业 如果以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有三大的面向 第一个其实就是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产业 今年在台积电 护国神山的带领之下 它的产值已经突破三兆台币 年征的幅度是来到12.6% 那我为什么那么看好半导体产业 是因为我们终关所有 台湾的各个产业 几乎所有的产业 都有可能会被中国大陆 或者其他的竞争对手 超车或者是禁闭 但是只有一个产业 中国大陆未来五到十年 是看不到我们的车尾灯 哪一个产业 就是半导体产业 所以你要投资 大家要投资最强的 所以我觉得2021年 会旺的产业中 一定会有半导体产业 半导体产业 第二个其实就是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 改变了一些人类的商业模式 那我认为远端经济 这个其实会大幅的一个成长 这个远端经济里面会 因为主要的会让带动 整个相关的供应链厂商 有个不错的表现 那第三个最近 大家应该有感觉到内需 台湾的内需 是出现一个蛮大爆发的状态 那我下面有一张图 其实是国内一家 还蛮顶级的一个饭店 他们的订访的网页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可以圈圈的 有绿色的那个上一页 有绿色的部分 其实它是只还可以预约 打叉叉的 其实就代表的是 已经客满了 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10月份全部都打叉叉 11月份也全部打叉叉 而且你看到 这一个晚上多少钱 一个晚上要2万3的房间 2万3 而且不含餐 你很想要吃晚餐 出国花大钱的人 现在都困在这边 对 他满到什么时候 他满到明年的4月4号 从假日平日全部客满 所以这个就显示出 现在大家都想问哪一家 今天就讨论出了 我们没有业配置入 对啊 连这么顶级的一个饭店 都可以一路满到明年的4月4号 整个内需真的是强到 不可让人家觉得不能轻忽 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台湾的资产 引荐这些题材股 应该都有一波 到明年为止都有不错的行情 我昨天去吃一下 也是那个 什么号称米奇林一星的 这个日本料理餐厅 我想要订 订下一餐 老板看一看说明年2月 2月 是不是10月吗 不好意思1月前都满的 对啊 因为每年台湾出国旅游的消费 是8000亿台币 所以现在都不能出国了 所以只好把这8000亿全部 花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内需所带动的资产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题材 大家绝对不能忽视 另外我比较想要讲的是 这个远端经济 因为这个远端经济 其实跟台湾的电子产业 有蛮大的观念 尤其我们在看最新的外销订单 其实电子产品的年增率是暴增的 这个其实就是显示出为什么 因为全球的经济都进入到远端的技术 远端经济叫做在家工作 在家消费 跟在家学习 但是你想要在家工作 在家消费 在家学习 你必须得添购手机 必须得添购电脑 必须得添购电视 甚至还有一些 重点是要好的网络环境 线上学习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研究机构都认为 其实四机 就是有四种机将进入所谓的超级循环 什么叫做超级循环 其实就是大幅的成长 这四机里面就包含了 我刚才讲的手机 计算机 电视机 跟游戏机 他又觉得为什么要换电视机 是因为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 其实还蛮危险的 所以没办法去电影院看电影 就要在家里把家里 装成电影院的样子 所以电视机也跟着换了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这段时间很多的 跟这个四个机有关的供应链 业绩都不断的在突飞猛进 尤其跟电脑有关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去 值得留意的一个方向 OK 好 这个相关的这个概念股 我们可以跟大家一一来分享 好 这个十月为成的股票 陈毅哥 是 我认为就十月之后呢 其实大家可以开始留意的 除了原本的包括像是科技 生技医疗之外呢 那么另外平概股 因为在这一次的话公布的iPhone 12 虽然说它有delay了一些时间 但我们现在根据一些数据看到说 预购的数量的话还不错 甚至于呢 有机会重复前几年 它的换机热潮的状况 那么原因当然很多啦 包括像是这次大家已经等一段时间 所以反而造就了千呼万唤 使出来的一个形态 那么另外呢 5G开始应用的话呢 也是一个观察重点 那么iPhone的范围就很广了 从我们刚刚讲的大力光 到台积电到鸿海到真顶 可乘这些的公司呢 甚至于在这一次的话 有一些新的应用会比较明显 比如说呢 像是稳茂这样的公司呢 都值得投资朋友做留意 那对法人来讲的话 也当然是一个观察重点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今年十天往后延 所以相关的公司它的出货高峰 它会一直到明年年初 那以前的话 如果出货时间早一点 有可能到年底 就慢慢的告一段落 那既然到年初的话呢 正好在差不多11月3号 总统 美国总统大选选后的话 它还有机会维持一段的旺季 那在选前正好是压缩 所以选前压缩 选后业绩目前又看起来不错的 基本上像瓶盖股 就值得投资朋友做留意 那么节能股好了一段时间 股价一点在相对的高档 未来做修正的话 也值得我们做参考 那么在传统产业的部分 刚刚庆隆有点到一个重点 就是很多钱 其实是留在台湾的 如果投资朋友有做留意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新台币 那么目前所升值到的28.6 如果各位把它对回去看的话 那么上一次到达 超过这个价位的话 是在2011年 在上一次呢 在上一次的话 就已经是前总裁彭怀南 刚上任之前 已经是1997年的事情了 所以各位知道说 大概在20年的时间的话 这是第二次到达这样子的价位 那么这个也代表说 其实国内的资金非常的充沛 充沛的情况之下 不管是内需消费资产营件 那么都值得大家做留意 另外这个剁手节 剁手的节日也快到了 所以像运输 然后呢汽车这些值得帮大家做参考 OK 我们马上来关心这个 即将要上路的最新制度 就是盘中的领股交易 我知道很多小资组等很久了 之前是这个盘后才可以交易 现在鼓励大家 这个小资组可以热烈的 这个前进股市 所以盘中可以领股交易 那么待会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是我们常说 投资股票就是要赚价差 然后还要领股息 今天再多一个 还要再领纪念品 我承认我很懒 我常常都没去领 没想到这个有人靠领纪念品 可以年收入百万 我们小富爸爸 大概跟大家讲 他的秘诀是什么 怎么办到的 好我们先讲一下领股交易 10月26号新制度 庆隆 对新制度的差异 其实在哪边 其实就是现在目前的制度 其实是盘后才能进行领股交易 那盘后领股交易的时间点 其实就是1点40分到4点半 然后到2点半 2点半的时候再一次撮合 那看谁出的价格比较好 他就会成交 那新的10月26号上路就是 你交易的时间就可以从9点 一直交易到1点半 然后你每3分钟可以去撮合一次 然后价格优先 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举例来讲 不知道庆有没有去看过棒球 有 在棒球场上坐在内 跟坐在外野的感觉 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啊 坐在内也感觉比较容易被打到 比较容易被打到 比较能够感受到 那个球场的热练 因为你离球员比较近 跟拉拉队比较近 对跟拉拉队很近 拉拉在那边跳来跳去的时候 你就感觉你跟球场的 那个气氛是比较连结 那坐在外野呢 外野就感觉离自己很遥远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的领股交易 其实就是在外野 就坐在外野 就是所有的那个 想要领股交易的人 因为他是1点半 2点半以后才 才会去说了 好温市场 大家都走了 就觉得离那个市场 那个热络的程度 跟那个差距太远了 但是心智啊 就是你就让你坐进到内野去了 每天就在看 拉拉队在这种表演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受到 因为大家买股票嘛 买股票很多的小资组 他们有这么多的钱 所以他可能只能去买个领股 那买领股的过程中 如果你又不能在盘中交易 其实就会影响到这个市场 那种参与度的感觉 OK好 那什么样前进去买这个领股呢 这样子算起来400多块就可以买台积电了 对啊 这个现在目前其实 可以参与所有的行情了 盘中热烈参与了 这张图其实是前几天台股中 比较热门的一个领股嘛 其实大多数的领股 其实都还是蛮高价的 像台积电是第一名 然后大力光第二名 然后联发科鸿海 这领股交易排行榜 对领股交易排行榜 按照金额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都还是 那另外有一些 大家会比较喜欢去买一些低价股嘛 像国产啊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中华电信啊 国具等等 那另外如果是按照股数来看的话 可以明显 因为金额的话 应该是股票价格越贵 所以他排名会越高 那按照股数的话 应该可以感受到 领股大多数的投资者 是比较喜欢哪一种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有一个族群 是很多人爱的 就是金融股族群 里面包含了玉山金 第一金 和库金 跟华南金 全部都在热门的领股中 慢慢存 存到一张这样子 很多人鼓励 就是要存金融股嘛 那全融股一张买不起 我就买领股 所以看起来其实 金融股的这个领股的交易 然后领股的存法 还有让整个电子股的一些 目前代表的全职股 确实都获得很多人的青睐 那如果我们定期定额 买领股 绩效会是怎么样 这个听起来 就马上就马上见证账了 我帮大家稍微统计一下 就是最近三年 如果你是定时定额的去买 上述这些热门股 其实你会呈现出 什么样子的绩效结果 那以台积电来讲 其实台积电 如果你假设你每个月 大概6号的时候 我就花3000块 是定时定额的去买台积电 3000块你当然没有办法 买台积电一张 你只能买到领股嘛 所以你这样三年下来 你大概总成本 会花了103127 那到目前为止的总市值 是189000块 所以你公司赚了83% 这个非常高的效益 但是有 但是重点是你要 选对零股啊 选到台积电有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里面有绿色的 就鸿海嘛 鸿海它如果每个月定时定额 去买鸿海的话 到目前为止啊 你的绩效是负的1.73% 所以其实这个 即使是零股还是有些差别 那联发科的绩效是最好的 联发科用定时定额去买进 到目前为止的 绩效报酬来到125% 这个是连股息嘛 凑成一张股息就算 对全部都是在定时定额 然后以照目前的市值去算 那很多人喜欢的这个ETF 像台湾50 0050 那你每个月6号 你是定时定额去买 3000块左右的这个 0050的零股 那到目前为止 你累积的报酬率是32.67 那很多投资人喜欢的金融股 其实玉三金报酬率是31% 所以大家不要看 最近的金融股好像表现很差 但是你时间拉长 你定时定额去买 其实还是有不错的表现 比如说今年股价除完息之后 跌幅最深的前三名的 就有一档股票叫第一金 但是你定时定额去买它 你看看从这三年 每个月6号 就定时定额3000块去买 到目前为止 你还是可以正报酬 即使今年的股价表现不太好 但是你时间一拉长 其实你还是可以创造出正的报酬 近三年9.28% 还是比把钱放在银行定主要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我是蛮鼓励一般的小资组 其实你勇敢的跨出那一步 跨出那一步之后 你还一开始还没有这么多 投资的技巧的时候 没关系 你就定时定额去买你心中的基友股 在这过程中 你不知不觉 就可以慢慢累积到 你的人生的第一桶金 积少成多 好 陈英格你的零股怎么做的 我的零股基本上有几个原则 也就是说虽然大家会锁定几个标的 但是我认为在投资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口诀 跟大家来做参考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叫做三要一配置 什么意思呢 体质要选好的 因为你如果零股买买买 买了放了五年十年之后 结果你发现 比如说不小心买到华颖 哇 那就心情就很差 零股一样要选股 零股也会下市 对 第二的话呢 是前景要有 比如说买到退休的时候 结果你发现说 你买的产业 或者是这家企业的话 它的整个产业已经往下走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缺乏了一个股价 它维持在高档的力道 第三的话呢 基期要低 为什么 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 我每个月能够存的钱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说呢 它的股价是往上涨 或者是说它的股价在相对的高档 你买到的股数会少 那零股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提到 前景也不错 公司也很好 但是它现在这么好 比较没有涨 那你同样的钱 你在低档能够买到的股数的话 会比较多 几年后有一天 当它开始它的涨幅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从容的 去做收获了 那么第四个的话 要建议大家要做这个资产配置 那么原因的话是这样 当我们 大家想说 买基金买ETF都资产配置 什么买零股要资产配置 原因的话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们选单一的公司 或单一的产业 我认为会有风险 所以在投资的时候 我会建议比如说 电子也挑一档 传产也挑一档 金融股也挑一档 那么至少有三档 然后哪一档 比较相对有机会 就买哪一档 这个零股比较容易 你看我们今天是四千块 可以买一百七十四档 四千块就可以配置一百多档了 OK 好 要来问这个小富爸爸 我刚刚讲四千块买一百七十四档 就是你 这是刚刚开始起手势 现在听说买到七百多档股票了 花多少钱 现在大概不到两万五千块 不到两万五 七百多档 但是只有各买一股 各买一股部分是这样子 OK 那你看这个你买零股这么有机会 你怎么看这次的零股型制度 其实零股这次的这个盘中交易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说一般的小资组 现在可以开始去购买高价股 就是高价股的部分 这个是最大的优势 那再来刚刚提到就是说 欣同科提到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进到 那个场内去玩这场游戏 也就是说你这个撮合的机制 次数比以往的多很多 以往一天只有一次机会 对就是说我只能够一次价格挂出去 但是我可能有成交的时候 就是用什么 就是当天1点35分收盘的那个价位 对那是一个部分 但是现在开始 就看命运的安排 对命运的安排 对他能不能眷顾你能不能成交 但是那个挂单还是有些技巧 对你只要挂得好的话 你还是都买得到 哦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挂涨停 基本上是这样 那心智呢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两分钟来算的话 你可能会135次的撮合机会 但如果是现在讲一般都谈到三分钟的部分 大概会有90次的撮合机会 所以相对来说呢 你有机会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去买普通股来卖领股 可以两边来做交易 但这个有点技术上的问题 买普通股去卖领股 这样的好处是 就赚价差 因为那个一般来说呢 就是领股的单价会高一点点 对那我可能在大力光 比如说我现在买一张大力光好了 可是我来到领股的盘中交易市场 我可能是大户 因为我可以切成一千股卖 但是如果在普通股呢 我可能只能安安静静的等候大家的拆减 欺负那个没有钱的人 你没有钱的 没办法买一张大力光 应该是照顾啦 对对对对 分享给大家 創造交易机会 接穷继父 所以这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机会 就对领股的投资人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盘中交易 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 OK好 你更厉害的地方是 你创造出领纪念品的庞大商机 大家都知道 这个纪念品有很多好康 但很多人可能很忙碌没有去领 你是很认真 就这样子领了十几年 对不对 跟纪念品 经验的接近起来差不多 像这个 这个是去年是今年吗 很夯的 前年 前年的 中刚的股东会纪念品 对对对对 这个到底要买 只有多少 中刚多少的领股可以买 可以有这么一支纪念品 一股然后再加 一股就可以 其实现在的领股都需要加电子投票 才能买得到 成本是二十块 成本是二十块 二十块 这支伞 我们今天棚内不是要把它打开 这支伞看起来很厉害很坚固 对对对 它很大 闪面超大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杯子也是中刚送的 也是中刚 也是二十块钱就一个 我好想买中刚 他所指的二十块 不是每年二十块 是你只要买进二十块之后 以后每年中刚都可以领 所以我今年花二十块 可以一下领这个 一下领这个 可以一直领 每一年都可以 对 OK 你所看到CP值最高的股东会 今年比还有什么 股东会基因品 今年的话 应该就是属网品 对 网品可能是最高 就是说你可能大概不到一百块钱 但是你可以拿到两千两百块的券 对就是 但是你要下载它的APP 对 那如果过往的话呢 我想像我这个手上带这个也是 这也是基因品 这是永大的 对 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黑米手环 对 它其实有连那个APP 拍得到吗 看到 它可以时间 然后也可以计步 然后因为我反过来了 然后也可以测你的心跳 其实 这个也是参加这个领股的好处 对 有些是领股 就一股就可以 有些是要一张才可以 都有不同的規定吗 对对对对 有些是要一张 对那有些 这样的规定非常的多 像领纪念品这件事情 是过五官床 对对 过五官床六将 每个都很厉害才能拿到 对 现在不像以前了 对 那你刚讲那里券的话 是要 有可能是一股就可以买得到吗 就可以拿得到 不是买送的 对对对 也是有机会的 应该是有机会 但是比如说像今年的话 王平你可能就还要带 身份证正本去现场 就是股物财的链 那对南部 中南部的朋友来说 就会比较辛苦了 他们要坐一趟车上来 只为了拿那个 就会比较辛苦一些 所以就出现了商机 对 交易成本跟大家看一下 好 以目前来说 就是领股这个交易成本来说 因为我们领股现在手续交易手续 都是20块钱 如果我们反算的就是 贞交税的是千分之1.45 来说的话 也等于是说 你要花一万四千零三十五块钱 才能充分使用到 享受到这二十块的服务费用 所以换言之就是你要投资 一万四千零三十五以上的 你才等于是完整使用到 这二十元的手续费支出 所以呢就是说在交易成本 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考量 第一个就是你要可能 要去选择就是你要买的股票 当然如果说你买的 比如说以前高价股 我可能两万块钱买不起 对那这边有看到 两万块你如果买不起的话 OK你可以看 那我现在买了两万块 那我手续费是28.5块钱 对那如果你是B 比如说你买的是五千块 但是你还是要被收二十块手续费 所以这个交易成本一定要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会增加你不必要的支出 那要不你就要选择券商 可能给你一些抵抗优惠 对对你来说是成本的支出 额外的 我觉得那些成本都还好啦 对都是还好 因为我目的是为了领股 都会经历抵抗优 要投资啦 要投资啦 50块 20块的交易成本 做你不是赚价杀是领股 你拿 稳定获利 落贷 钢杯这样 OK 那你怎么去挑选 适合做领股交易的股票呢 其实以目前来说 我还是会建议投资 如果说你要做领股盘股交易的话 其实要先了解是自己的财务的结构 一定要先从财务结构下手 比如说我自己 比如说我自己手上的资金是 10万块以内 还是50万以内 还是以上 或者甚至500以上 不同的资金一定有不同的国要方式 我们刚才举例 比如说领股我们刚才设一个可能3万块钱 其实3万块钱你也可以买整张的 不一定要买领股 我觉得只剩外买一张而已 你可以买700多张 整个感觉差很多 你拥有多 但是因为你后续的那个作业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对上单是这么长 很长 那个都是要印完一本又要换一本 对 因为一本能印利液质不够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选择 你要从领股里面去赚取所谓的价差报酬的话 目前现况看起来大概就是只能从 比如说比较高单价的这个价位来说 比较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有准备一张表给大家看 如果你是买一股 其实这个表就比较特别 就是说 如果你买的是10块钱一下 你买一股也只有0.01的报酬 这我想没有人会有感的 所以你一定要买到至少要最上面 就是1000块以上的 它一个TIC可能你才有5块钱可以赚 你买一股才赚5块钱 所以这个 这个报酬你要感受度来说的话 会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就是 哪纪念品感受比较快 那个是非常的辛苦 其实应该还是要赚价差是比较对的 长期来说应该是用赚价差是比较对 那至于你要怎么去挑 一定要从自己的资金角度来看 就是说我们要先从我们资金角度来做分配 你如果说你大概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你有闲置资金 第二个是你有闲鱼资金 这是2块 闲置资金是指每月可以闲置的 就是每个月我固定比如1万块2万块是闲的 没用的还有一大笔我不用的 那这两套的规划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这两套完全是不同 如果是每月进来的部分呢 那我就会建议 我就会建议说你可以采取市场上现在讲的定期定额 第二个就是定期定股 对 对这两个是很不同的 对那如果你是闲置资金的部分呢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说你可能可以去买 所谓的龙头股 那你也可以做资产的分配 对那我们刚才看到现在资卡上看到这个里面 就提到说定期定额跟定期定股 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交易上的差异 定期定额其实它会比较像是一个存股的概念 对但定期定股呢 因为你只要在买了一个个股以后 或者ETF whatever都可以 一旦你买以后 下个月你扣款的时候 你就会告诉你 就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月是赚钱来赔钱 定期定额你是1万一直丢嘛 对对不管他就一直丢 那你丢一年后你一定忘记说 这一年我到底丢 你丢到最后是五感 对不对 可是定期定股 比如说我这个月买了 好我要支出可能是10500 可是下个月我要支出1万2000块 涨了涨了 涨了涨了 有感了有感了 你每个月都会提醒你 有赚钱还是没有赚钱 所以这个意志力比较薄弱的人 就定期定额 但是如果要学习投资的话 应该要去参加定期定股 以后可以学价差 然后练盘感 OK 所以可以慢慢的从这个领股 除了可以领新年比之外 可以开始练 学习有盘感 对对对对 好 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你700加股票年赚超过10% 你怎么做到的 其实应该是说 我们购买了一个就是 领股700加买完了以后 对不对 那我们很单纯嘛 就是最单纯就是领纪念品 那以我们自己的活动 活动的起源开始是我们自己的 应该说是我们 刚开始是做债务协商 那就协助这些债务人 对那因为有真的非常可怜的人 他们是连下一餐可能在哪里都不晓得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发想跟他们讲说 你可以去买领股啊去试试看啊买领股 反正他每年用纪念品至少你能够活下去 活下去才能解决债务 纪念品可以帮你减少一些生活开支的支出 对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东西都有 日用品也有 什么东西都有 对所以等于是说 那个时候是非常的鼓励他们做这件事情 对但是刚开始他们可能觉得说我都活不下去了 我怎么还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索性后来我就自己做了 对我带着家族做 对那最后呢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最后才开始在市场上邀请更多朋友去加入 OK你看到这个这边是你的这些股东的这个通知书嘛 对然后这边又是你的仓库嘛 这已经堆了无所东西是光领纪念品 是 这个纪念品的价值你算过多少吗 你说整个仓库嘛 对啊 我们是用点数来算 如果用点数来算 如果今天我花一样我三万块拿到了七百 七百家的这个公司的领股 我所得到的价值可以多少 你大概一年可以拿到大概三千到 可能三千到六千的点数 相当于市价 相当于市价 对 但是你这些商品呢 因为我们我们没有所谓金流 所以这种点数给你之后呢 你可以去到我们的商城去兑换所有你的商品 OK 里面的商品 都是免费的 OK好 就是换句说如果一般人自己这么做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的 如果他愿意花时间去做的话 你花个三万块的话 你可能得到每年的换算回来 你得到的产品的这个报酬率差不多是 这样算是2%啦 不知道 是3万块一年可以3千到6千 6千 2成 2成 对 对 纪念品就已经回收2成了 而且是每年都可以回收纪念品 每年喔 而且你不用再投入资金喔 是每年稳定回收 因为要补充啦 就是有减资你还在回补一下 减资 减资的股票再补回来一下而已 一股要怎么减资 减资就归零啊 归零啊 领金利品有什么很困难的事情 领金利品啊 其实 现在的金利品如果你是领股的部分 会比较辛苦一点 你必须要电子投票 对 电子投票后呢 你不见得领的到 你还必须要透过电脑板印出 电子投票的画面 对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其中一种状况 那印完之后呢 你还要在他规定的时间内 比如三天内 你必须要带的这张证明文件 然后再带你的身份证本 然后再跑到那个谷物去领 才领得到这纪念品 对那有一些呢 你还要睡觉到上市会公司的现场 所以呢 每一家规定都不大一样 所以你要领这些纪念品 事实上是要做足功课 你才能真的领得起 OK 不过我们今天发现投报旅行蛮高 一年可能有两成 就是当时抓着宝可梦的心情 出去找找 把股东经理品抓宝抓回来 除了领股投资 还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投资机会 陈毅哥 我认为其实大家可以留意 当资金回来 留在台湾的话呢 像台湾本身的REITS 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发现 REITS是投资在不动产 我们台湾的话 REITS党数不多 不到10党 但是我做过一个观察 那么今年的话 大概有最少的是个位数的 多一点的话大概有涨到两成 所以其实他们的涨幅是不小 那当然对资金 比较丰厚的朋友来讲的话 其实也可以留意到 海外的REITS 或者是海外的不动产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 可以去观察的方向 因为全球的低利率 大概会持续一段时间 当持续 大家一开始认为说 马上可能利率会回去 过一段时间你发现 不会回去之后 这个资金会一直去找 还有还不错的固定收益的 而且是稳健的相对的产品 那我相信这些产品 他们未来他们的收益 会慢慢的缩水 但是他们的价格 当然会水涨船高 OK好 现在这个上班族 有什么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觉得最近遇到很多年轻人 见面的时候 讲的第一句话 您预购了吗 预购iPhone了吗 iPhone这一次确实是相对的 让很多年轻人觉得好入手 因为它现在目前 新台币的强升 其实也会让整个iPhone 相对较便宜一点 那这款iPhone 我们也认为会是 苹果这几年来销售最好的 根据摩根斯丹利的一个预估 其他明年的销售量 应该可以来到2.2亿只 这个会比去 今年成长了将近22%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幅度的成长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它第一款5G手机 再加上换机需求到了 再加上华为的痛苦 就是苹果的开心 就是华为掉下去的 赞额就会被苹果分死掉 那我还是建议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是讨论 零股交易 很多年轻人他想要买iPhone 我跟大家讲你买iPhone 同时iPhone很重要 手机很重要 因为现在手机是大家的必需品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需品 那你买iPhone的同时 你要记得还要同时去买 苹果概念股 买不起用零股 用零股去买 那因为你可能告不好 你买这个苹概股的零股 以后可以把iPhone一支的钱给赚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那苹概股里面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的是鸿海 因为鸿海它的基起相对较低 再加上鸿海 它已经连续32年都能配发股力 以加目前4块钱的现金股力来看的话 目前的值率大概都超过5%以上 再加上现在的董事长刘阳卫 他全力以赴一件事 就是当时郭台铭董事长答应股东的事 什么事 股价200 这就还成立吗 当然他全力以赴 那他自己要怎么全力以赴 其实主要他要强攻3加3产业 就是电动车 数位健康 机器人 半导体 人工智慧 还有新世代通讯 我觉得我们看到鸿海在这几年 很努力的想要转型 而且他股价在相对低基期 所以我会跟大家报告 你买iPhone的同时 记得要去投资苹概股 也许过一段时间 iPhone的钱就赚回来了 郭董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数字 你一定也没忘记 再请小布爸爸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有人说 很多公司金银瓶都不给 你领了这么久 你有没有观察到哪些公司 是很大气的 你是很大气的吗 当然大家印象最深刻 应该就是雪红姐姐的 就是在股东会现场 就是发手机 雪红 宏大店 但是股票 你有领到吗 我没有 刚好走了 我已经在那个场次 刚好离开 然后回头来不及 不然我当天可以领几百支 几百支手机 对 因为我带了那天的委托书 早期是用委托书 那个不得 之前去领手机 大家是含泪领手机 因为买了一张 可能股价赔了不少 但是他如果买一股 就不会有这种含泪的感觉 会觉得现状现状 快乐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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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 所以其实你要去做 这个投资领股 跟收集这些产品 是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非常的辛苦 因为早期是要 比如说我们要赶场 比如说我们 我们可能要同一天 一个时间 比如说一个小时内 要跑三个地方 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最深刻有一场 就是我必须要当天 在九点前要到达现场 对 那个时候呢 我是从五点多 开车到高雄 大概2.5小时就到了 对2.5小时 那个是非常 那个是很夸张的 那也有遇到很多啊 不然是醒来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开车看到一半 然后在哪里睡着 都有 所以领纪念品跟投资 都要需要很努力跟很认真 但是投报率 只要你认真都还蛮高的 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好 付出